谈到中国领土的问题,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潸然泪下,确实是如此。 我们的国家虽然说正在一步一步的富强,但还是有很多的土地没有回归到怀抱之中。 在现在的国家中,这个地方,中国人民奋斗了75年,等了75年的时间,其中有171公里土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 领土争端的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,也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大打出手的原因。 在土地的问题上,任何一个国家都寸土必争。 无论是古代的帝王,还是现在的领导者都要保证国家土地的完整,毕竟这是一个尊严的问题。 自从来到了清朝以后,我们的国家,因为种种原因受到了其他国家的欺负。 在这其中签订了很多的条约,有个条约里面是赔钱,有个条约里面是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,其中最重要的条约就是损失了大面积的土地。 特别是八个国家,欺负我们一个国家,就因为这样的事情签订了很多的条约。 大面积的土地都失去了,比如说原来的蒙古国,我们知道的海参外,都是从我们的地图板块中滑出去的。 这是一个非常屈辱的事情,曾经那么大一块的面积,一三的国土面积失去。 在整个历史上也是非常屈辱的。 当然,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那些拼了命的大臣,现在对于清代末年的大臣评价往往是恶平如潮, 其实这些大臣们不顾及自己的性命,偏偏和别人打交道,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屈辱,他们采用传统的中国智慧,一方面顾及大家的利益,另一方面又不损失太多。 可以说,如果没有他们的智慧,整个国家很有可能变得特别的小,损失的不止是如此。 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,在清政府倒台以后,还是有一片土地被蚕食了出去,那土地叫做黑瞎子岛,一共有171平方公里,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面积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?其实就是在民国的时候发生的。 当时的民国和苏联地区进行决裂,中东铁路的事件也就此发生。 当时的苏联人正在和中国人进行铁路的修建,由于收回了铁路,导致战争的爆发,苏联4万多人进攻的满洲里,强行地收回了土地。 后来的苏联恢复了铁路的权力,强行地占领了黑瞎子岛。 居民们不可以在这里居住,不被赶走,并且规定不打鱼的人再也不许踏上这个小岛半步。 通过地图我们就可以了解,这个地方位于乌苏里江还有黑浓江的一个小岛之上。 被称为中国最东边的地方,岛上有一大片黑色的岩石,整个岛看起来乌黑乌黑的,所以取了这一个名字。 这个小岛在苏联人手中折腾了75年的时间。 后来在中国建交了以后,慢慢地开始进行谈判,局势刚刚明朗。 又传来了大家关系不好的消息,在缓和的过程中,又出现了重要的历史问题,苏联开始解体, 这片土地属于俄罗斯。在几经周转之后,超级大的一块土地,终于回到了我们手中。 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,只有国家变得慢慢强大,生活才能变得越来越好。 曾经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,领土问题一直都是一个不得不避讳的问题,但是在谈的时候一定要有自身的东西。 所以说最基本的问题还是国富民强,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。